电视剧《狼野榜》当中 靖王萧景眼重情重义 按照规矩办事 但是他爱钻牛角尖的个性 却让人觉得他木讷憨厚 最终萧景眼靠着 麒麟才子梅长苏的帮助 让原本跟龙椅 无缘的他登上了九五之尊 而历史上 靖王的原型萧毅 却是人前假装孝顺 精心演出 胸有地功的狠角色 侯景判断时 萧毅冷血地看着父亲 梁武帝被猴起活活饿死 而自己则是大开杀戒 夺得了地位 受到万民膜拜 但唯独萧毅的妻子 也就是鼎鼎大名 徐娘伴老的徐娘徐昭沛 感对萧毅不尽 甚至她还和和尚大胆偷情 究竟大梁王朝里 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 皇室内幕呢 请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是我小巧的这对母子 原来以为只是羊 结果却是两只狼 对这个弟弟 他的手段是非常凶残的 那么先生 是想选太子 还是选豫王呢 我想选你 靖王殿下 选我 电视剧狼野榜中 靖王萧锦炎 在号称有麒麟之才 得知可得天下的 梅长苏清典后 点燃他的夺底野心 更获得 靖君统领蒙志 慕王府郡主霓皇的 被主相挺 若是朕不答应呢 太子莫非 还要逼宫不成吗 靖炎自幼受教于皇长兄 众所周知 兄长 一心只愿大梁江山永固 子民安康 他当年没有做的事 靖炎也不会做 剧中一身正气的肖锦炎 向父皇梁武帝承诺 自己绝对不会造反 然而历史上肖锦炎的原刑 梁元帝肖易 却因为一场战争 彻底改变他的人生 公元547年 原本是东魏大将的侯锦 受部队投降大梁 并向兰武帝骚眼 求婚于狼爷王氏 陈俊谢氏两家 兰武帝认为 王县门第太高 没有答应 侯锦深深记恨 于是暗中纠集不重 举兵反叛 侯锦一举攻破建康城 展开毁灭性的大屠杀 这一场战役 光是死亡人数 就高达460万人 让江东地区千里烟绝 人机罕见 百股成聚 战争的血腥味 唤醒萧毅骨子里的狼性 他不仅嗅到登基为王的一丝机会 更为了达到目的 负责手段 江山设计 其于你依人之身 途中 切记不可有失 是 儿臣定不辱命 可是据说这个萧毅呢 他别有用心 他是故意就是暂时不发兵 而且呢 不知道他的用心是什么 是不是想图谋上位 因为他想称王 他蓄积那样的一个能量 是要称王的 所以他就跟这个 他的这个侄子 就是萧毅作战 把萧毅给打败 然后又打败他的这个哥哥 萧伦 之后呢 打败完之后 我们知道这个 萧毅的另外一个弟弟 叫萧查 他就把萧查驱逐 离地位一步之遥的萧毅 决定大开杀戒 俱凡能跟皇位攀上边的人 宁愿错杀也不放过 如果要再称帝的话 还有对手 那就是他的八帝 他的最小的弟弟叫萧继 萧继那个时候 在这个四川这边 就是称帝了 因为他本来是 益州的刺史 本来要去打猴警的时候呢 这个萧继就说 我要出一份力 我要去打猴警 因为梁武帝被豪警给这个围困了 可是没有想到呢 这个萧毅呢 竟然制止了弟弟 而且他的理由是说 你就正守在那儿不要动 那么这个萧毅的理由是说 我告诉你 这个四川这个地区 民风彪悍 所以你就正守在那儿不要动 不要起兵什么秦王啦 什么支持中央 至于说呢 中央发生了乱事 这个事交给我就好 庆余军出动数万人席架 难以久远行踪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筷子 为了强盗时间 他们不可能绕开这个井 绍走其他的路 我会派人去打探地方的行动 萧毅一边假装出兵 讨伐侯警叛军 另一头踏乘弟弟萧继 毫无防备派兵开战 却须以尾仪的血性求和 松懈萧继新防 暗地里又请求西卫大将军 宇文太出兵偷袭萧继 萧继因此遭受重创 向萧毅求和 两个人之间就为了这个帝王之争 就起了冲突 最后是这个良元帝 打败了他的弟弟 然后把他的弟弟 就是赶尽杀绝了 那么他还有两个儿子啊 两个儿子后来呢 竟然被除了终极 那么而且把他的姓呢 改成什么就不姓萧了 叫做饕铁 饕铁就是古代的一种猛兽嘛 等于说是一种妖魔鬼怪的意思 所以萧毅本身呢 他对于这个残害手足呢 是非常的不留情面 萧继的两名儿子 被迫改名唤姓后 仍难逃一死 如今唯一的挡路时 只剩下他的父亲梁武帝 陛下 出人王之计 终情 成财 成财 于朕 努力杀贼 受困台城的梁武帝 原本满心期待 七皇子萧毅会起兵勤王 没想到萧毅却选择 冷眼看着侯景 活活将梁武帝饿死 财命蜀下 王三变率军东下 消灭侯景 自己则在江陵称帝 当时群臣建议返回旧都健康 萧毅不但没有同意 还怀疑这些大臣 没有归附之心 于是痛下杀手 那么后来他还派这个朱买臣呢 就是他的手下 把当时呢 曾经侯景立过的一些个傀儡 像是萧洞啦 这些傀儡政权不太重要 但是其实你犯不着去杀他们 都是你们自家人 只是血统呢远近不同而已 后来呢他把他们自家人也都杀了 试杀成姓的萧毅 无怨地坐上龙椅 史称良原地 但为何他性格阴沉 猜忌心急重 这得撕开萧毅最不想面对的追星之痛 他的这个母亲姓石 后来改姓为软 那这位姓石的这个姑娘 是比较传奇的 因为她本来是这个萧宝卷的这个工女啊 那么到了502年的时候呢 萧衍不是废掉了其废地 那么他自己算是篡位了 篡位以后呢 这些工人很多 他都把他放出宫去 据说当时放出去的这些工卷呢 有两三千人之多 可是呢 这个石令也应该是长得相当漂亮 所以呢 就被留下来了 你入宫虽已多年 可这儿却并无一丝奢华之物 真倒觉得分外雅致可爱啊 面有倦色 想是累了 宽下外衣 让臣妾为陛下推拿一下可好 好啊 石令仪入宫后位分不高 直到身下七皇子萧毅 梁武帝裁封石令仪为修容 并刺姓阮 可是阮修容因为多了一层前朝嫔妃的身份 在后宫里处处受到打压 本宫长礼后宫 段容不得你这样的人随势均策 来人 在 给我带回去 我要细细审问 是 娘娘 娘娘 阮修容不光自己常常被后宫嫔妃欺负 就连宝贝儿子萧毅 命运也相当坎坷 那么这个人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人物 尤其是我想他的自卑感会比较重 因为他小时候生病 一个眼睛看不见了 其实他也是蛮有才华 而且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怀禀父皇 儿臣奉旨去西山督察两营换房完毕 一切顺利并无异常 乘上捷报 好 你辛苦了 上马可战 下马能治的萧毅是父亲梁武帝治国的好帮手 但是出身不高 他有一眼看不见的缺陷 让萧毅即便再努力 也得不到梁武帝更多的关爱 你怎么搞得风尘仆仆 还穿着铠甲上殿 你眼中还有没有父皇啊 儿臣在西山迎接父皇旨意 明令三日内必须入境 过一路快马加鞭赶回 柴是办得好 可是脾气怎么就没有一点长进呢 嗯 这随意顶撞的毛病 就是不改 这也懒得教导你 行了 回复去吧 父亲和其他手足 把萧毅当作笑话一般不放在眼里 此时的他 虽然想极力证明自己也有帝王之才 但前头还有好几位身份尊贵的兄长 虎视眈眈的寄于皇位 本宫夹封太子六年 现在竟然出了个七诸秦王 父皇的这些儿光 他的实在是香亮啊 狼牙房里边 我们看到这个太子 那个萧锦萱 好像是一个庸庸诺诺的人 其实他的历史原型 应该是简文帝萧刚 因为性格上 都是比较懦弱的 比较没有自己的主见的 在政治上 他没有那个足够的才华去应付 所以看来在性格上面 这部分比较贴近 若我没有德行 父皇的德行就好嘛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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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莫得是 陛下 陛下 陛下三次啊 陛下 陛下三次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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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庚文才陪人 而且仪表堂堂 但是 他的政治才能却非常的拙劣 他之所以能当上太子 因為掌兄 昭明太子 太早過世 狼牙坊裡面那位賢王 叫做齊王蕭瑾瑜對不對 那麼真正的呢 在歷史上 我想蕭瑾瑜的原型 應該就是昭明太子蕭筒 更像的就是說 這個在戲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蕭瑾瑜 他因為要裁撤玄境絲 所以跟這個梁帝呢 發生了一些矛盾 而且梁帝猜忌心很重 再朝 籠落人心 再服 清唐狂亂 大臣們的奏本 奏本上都言必稱齊王之一 這 這如何容得 他就會想說 那你是不是要串我的位子 所以他是有這種疑慮的 最後這個昭明太子 我們知道他是病死的 可是這個病的由來 就是被他的父親所壓迫的 昭明太子突然病死 由蕭剛繼任東宮 但誰也不服 岳貴妃專宠多年 僅宣成了太子 那也是順理成章 經過此一事後 他們母子恐怕 也會漸漸失寵 既然她已被貶為月貧 料想著東宮的位子 就快該動一動了 我已經開始參與多地了 我要得到她 我要得到這個至尊之位 那你就去做 可是母親 不用顧念我 成也好 敗也罷 只要你我母子生死共擔 又有何懼 陳淺多年的騷逸 終於露出狼子野心 趁著侯景之亂 害父害子 殺地 屠職 踏著至青的血 邁向至高無上的皇帝寶座 奉陛下之命 得中將之力 已將征北駐軍 和原上揚軍 全部整編完畢 請陛下 為新軍刺名 後令天下的宵義 正享受著 全力帶給她的快感 過往人人都唾棄她 冷言冷語地嘲諷她 如今都得俯首称臣 再也不敢有半分不盡 但唯獨她的妻子 徐昭佩 仍然對她相當不懈 據說這個蕭逸呢 大概兩三年才來找徐昭佩 就是招她事情 很難得夫妻之間見上一面 照理說呢 徐昭佩看到這個蕭逸來了 應該是農妝夜魔啊 盛妝打扮來吸引她才對 結果沒想到呢 你這樣刻意疏遠我 那我也要對你有一些報復 所以她見到皇帝的時候 她化妝 就永遠只化半面 這叫半面妝 半面妝 配你的獨眼龍 那就正好是一對 她就用這樣來去嘲諷這個良原地 其實蕭逸不喜歡徐昭佩 是有原因的 當年蕭逸取徐昭佩的時候 怪事不斷 讓蕭逸認為徐昭佩 是個不祥人 太長太捕 共測出了三個幾日 以備大婚之期 你看看選哪個好啊 母妃定吧 你是不是不喜歡現在的太子妃 那一人獻呢 母妃定吧 許昭佩 在出嫁的時候 經過西州 整個大隊竟然遇到狂風大作 揮沙走石 兩排的房屋 竟然傾倒 這條路過不去了 走別的路吧 可是呢 後來呢 又碰到了暴風雪 也就是說這個迎親隊伍 他們不是都是紅色的轎連啊 紅色的這些個馬車的隊伍啦 等等 那麼因為那個暴雪嘛 暴風雪 所以呢 就是整個變成白色的 那麼紅的變白的 當然感覺上就不太吉利 所以覺得說 他好像很不吉祥 很不吉利 那徐昭佩 被嫁給他以後 他本來是襄東王 你從襄東王之後 你變成皇帝了 你也應該讓我變成皇后才對 可是他沒有 沒有原因是 他不太喜歡這個徐昭佩 徐昭佩算是蕭毅的正妻 卻因為不祥 所以得不到 原本屬於他的皇后之位 加上蕭毅常年冷落他 導致徐昭佩開始戒酒交愁 然後這個徐昭因為嗜酒 常常爛醉如泥 也曾經在蕭毅入行的時候 嘔吐在他身上 然後他的個性 非常地善於嫉妒 嫉妒心很重 特別是嫉妒有孕的妃嫔 那麼當時有一個王貴嫔 生了一個兒子嘛 就是後來也是蕭毅滿喜歡的 叫蕭芳朱 生下來以後沒多久 就難產就過世了 難產過世 他就認為說 這個死亡可能是被徐昭佩害的 所以他就對徐昭佩非常的不諒解 就認為說徐昭佩 你可能就是殺人的兇手 反正兩夫妻處得很不好 我這輩子最大的悲哀 就是愛上了你 我恨你... 失去蕭毅寵愛的徐昭佩 該如何是好 因為這個徐昭佩 可能她得不到丈夫的愛吧 所以呢 她特別喜歡一些花美男 比如說據說 她跟廟裡邊的致遠道人 也有一些不太好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講說 有一句成語叫做徐娘伴老 這個徐娘指的就是徐昭佩 因為她當時 跟這個良元帝的一個情姓 叫雞雞江 就是感情打得火熱 然後雞雞江就說 你這個徐娘衰老 由上多期 這句話流傳下來 黃帝的老婆通人 這口氣 蕭毅 怎麼可能吞得下去 你以為沒有寡人的受益 李太一敢在後宮禁地 與你苟且 沒想到你這個冤婦 竟然還敢久變 你知道良元帝 他本身的文學素養很好的 他的書大部分都燒掉了 可是我們知道說 他有一本重要著作 叫做《金樓子》 他在金樓子裡面呢 就寫下了這個徐昭佩的淫亂事蹟 而且把他公開 那公開以後 你叫徐昭佩要怎麼做人 他就覺得他自己活不下去 然後皇帝就說 那你就自殺吧 所以他就後來就投井自殺 雖然徐昭佩親身 仍未獲得良元帝的諒解 良元帝把徐昭佩的屍骸 送回徐家 說是休期 認為徐昭佩人盡可夫 私得敗壞 不配搶友國葬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蕭毅呢 他自己本身也沒有什麼好下場 因為畢竟呢 他這個政權是不穩的 而且呢 大梁朝經過了猴警之亂 可以說是元氣大傷 所以這個時候 來自北邊的這個宇文家族 就動手了 當時蕭毅為了要攻克 一個遠在益州的弟弟蕭姬 寫信請席位大將軍宇文太幫忙 沒想到請神榮毅送神難 宇文太替蕭毅剷除了蕭姬 但卻順勢霸戰益州 不肯歸還 因為你是我請來搬的救兵 你怎麼可以去佔領我的這個地方 就跟他要去談判 那談判的時候 這個他認為我是弟 你不過是一個僵巨 所以對於他的這個態度 口吻就比較沒有禮貌 比較驕傲一點 然後讓宇文太聽起來 就非常的不開心 宇文太仰天長笑 痴聲就說 老天爺要毀滅一個人 誰都救不了他 然後命令這個余錦 當總司令 然後蕭查當這個前導 大局南下 朝文號令 集結三軍即刻出發 是 那麼這個時候 等於是宇文家族 他們率領著五萬精兵 就來進攻這個蕭毅 所以蕭毅當然是失敗 而最後這個人下場也很慘 他過去不是迫害過子子輩嗎 就是他的大哥 蕭筒的兒子蕭查 那麼最後呢 他就是死於自己的子子輩 蕭查之手 當時呢 他也不滿五十歲 電視劇《狼野坊》當中 皇后的養子 玉王蕭景環 玉文雲舞 坐視雷厉風行 深得兩帝喜愛 還賞了七株親王的封號 地位超越東宮太子 甚至於兩帝 一度想將地位傳給他 最後卻因為 玉王的生母是華族公主 而打消了念頭 當我們翻開歷史上 玉王的原型蕭纵 上馬可戰 下馬能治 也是兩女帝最寵愛的皇子 而年紀輕輕的蕭纵 掌管了五大洲的兵權 不過看似備受重用的蕭纵 最終為什麼 還是跟皇帝寶座擦身而過 而蕭纵又為什麼會殺了 自己的親生兒子叛逃北位 究竟蕭纵有著什麼樣 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你用拿一點象徵 拿一點 陛下息怒 他根本就不認為說 這個梁武帝是他的父親啊 你當年是怎麼得到這個皇位的 現在我一樣可以做到 快進殿裡來 把門關上 快把門關上 公元525年 大梁 北魏 交風 蓬城 梁武帝命二皇子蕭纵 領兵出征 皇上召令 靖王蕭錦炎 與禁軍勾結 圖謀不軌 斜持聖駕於九安山 簽名玉王殿下 調令五萬清理軍 火速趕赴列公秦王 不得有 蕭勇聖戰的蕭纵 加上五萬大軍 應該是如虎添翼 守住彭城 絕非難事 但是沒多久 梁武帝觀天下發現 大梁對戰北位 極有可能失敗 將領傷亡慘重 梁武帝一心擔憂 愛子蕭纵 會被敵人擄獲 便下令要蕭纵 起兵回朝 可是蕭纵的反應 出乎梁武帝意料之外 還有什麼人 不相信玉王殿下嗎 謹遵皇上照例 二位還要查驗兵符嗎 謹遵皇上照例 即可發兵九安山 寧願捨棄江山 也要保護愛子的梁武帝 做夢也沒有想到 自己偏愛一生的蕭纵 在大梁存亡之際 居然會選擇 投笑北位 跟自己兵容相向 也許事情 並沒有陛下想像的 那麼糟糕 舉兵反叛了 還要更糟嗎 簡直比當年的齊王 赤焰君更可恨可恨 梁武帝對蕭纵叛國欺負的舉動 當仍生氣 畢竟這個兒子 曾經是他 積極栽培的儲君人選 此次景環替陛下巡視江左 可謂是盡心盡力 恐怕皇子中 只有豫王如此能幹 景環這次巡視江左 柴事辦得很好 當他回來 這要給他家賜王朱兩科 你是家獎 蕭家他們都是文武雙全 所以這個蕭纵他排行第二 他也不輸他的哥哥就是 昭明太子蕭統 所以這個蕭纵他有文采 另外他在武功方面 他也非常擅長的領兵打仗 而且他當時所政領的這個區域 是非常重要的 就包括南衍州 衍州 青州 徐州 密州 這些都是軍事重鎮 公元523年 蕭纵謀略無雙 治軍有方 被梁武帝消炎封為平北將軍 隔年晉升為鎮北將軍 煞時蕭纵的身份地位 足以和太子彼肩 豫王賢明在外 這也確實十分器重的 你覺得跟太子相比 豫王是不是更加象征呢 臣沒覺得 太子跟陛下也很像的 此時的梁武帝消炎 腦中閃過廢太子立蕭纵的念頭 但是這個想法很快地就煙消雲散 原來說在西元502年的時候 蕭纏呢他滅掉了南朝的齊 他這個時候他篡位之力 建立了大梁國 那麼這個時候 那個齊背地蕭寶卷 他還有一些工人嘛 那麼其中有一個 這個吳錦輝 當時他已經懷孕了 蕭纏在不知情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也收了這個工女 這個工女姓吳 那這個吳姓的工女呢 就受到她的寵愛 就給她一些民憤啊 就是讓她逐步上升 晉升她的這個飛位 他就生下了這個蕭纏 我上下 身下蕭纏的吳錦輝 被梁武帝封為蕭源 但他僅僅七個月 就產下足月的皇子 讓蕭纏是齊背地蕭寶卷 一父子的事情不禁而走 但事關皇家血脈 誰敢亂言 當然這個蕭纏呢 他一開始小時候 他自個兒也不知道 他被封為豫章王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蕭衍呢 他應該也滿疼愛這個兒子的 後來他怎麼知道聲勢呢 一方面呢 他經常做一個夢 歷史上據說呢 他夢到一個人 都不說話 然後就是提頭來見 那吳俗源一聽了就知道說 這個就是小寶券的樣子 年輕時代的那種樣子 心中很像 然後因為吳俗源這時候 也不受寵愛 所以他就乾脆就把他的 隱藏在心裡的這一段的心事 就說出來 娘這輩子最後悔的事 就是搓心了梁王 他登基成帝後翻臉無情 娘成了千古罪人 為了求證 還把這個小寶券的這個遺骨 把它挖了出來 然後自己把手臂割開 然後滴的血滴在這個 小寶券的這個遺骨上面 結果發現這個血 馬上就滲入這個骨頭 就這樣證明 寶券真的是我親生的父親 但他還需要再一次的驗證 那驗證他拿誰當驗證呢 他自己的孩子 然後他就殺掉 他自己的親生的孩子 殺掉他 殺掉他以後就一樣 就把他的衣服拿出來 然後滴上自己的血 果然也滲進去 這樣雙重驗證以後 他就認為說 這個他真的是消寶券的小孩 父皇 現在我終於明白了 為什麼無論我多麼努力 你卻總是對我忽近忽遠 原來從我一出生起 我就已經註定 永遠不可能成為初君 受到打擊的蕭縱 刻意壓抑自己的情感 人前依舊談笑風聲 暗地裡則戒酒交仇 文若 若我不是親王了 你今日還會來看我嗎 會 若我被駐出京城變為庶民 你還會來看我嗎 殿下 這些都是假想虛無之事 你又何必平白憂思呢 任賊做父的蕭縱憤恨極了 可是這時候的他 以現有的能力 遠不足以殺了梁武帝 報邪海深仇 那麼蕭縱該怎麼做 蕭縱已經偷偷的 跟他的親叔父 這個蕭寶寅有了聯絡 那麼蕭寶寅也就是他的生父 蕭寶眷的親兄弟 所以他跟這個蕭寶寅之間呢 有非常密切的聯絡 他覺得如果我再回到 南方的金陵城 就是大梁的首都 那我可能就跟我的親叔父呢 完全沒有辦法聯繫了 從此呢就生死兩隔 他根本就不認為說 這個梁武帝是他的父親啊 所以他投降到那邊去 知道以後他就很生氣 因為第一時間就很生氣 他就把蕭淑源給堵死了 然後堵死了以後 這個消息就傳過去了 就讓這個蕭縱就更恨 你當年是怎麼得到這個皇位的 現在我一樣可以做到 那麼另外呢 他就是對父親蕭仲的兒子蕭植 就把他隔除終極啦 給他改了一個姓 反正你父親都認為 你不是我們蕭家人 那你就不是蕭家人嘛 所以他就把這個孩子的 這個名字叫植嘛 就改姓廢 不過這種感情的梁武帝不到十天 又恢復蕭縱一脈的蹤跡 並封蕭職為永心侯 但是這一切都換不回蕭縱 任祖歸宗的心意 蕭縱後來改名字叫做蕭站 站是岩字編的站 那為什麼要改一個叫做蕭站呢 因為南齊的君主 他的這個命名的系統裡面 他就是用岩字編 所以他就覺得 我要回復到南齊這邊 福華 走到今天這一步 半點怨不得別人 全都是你們逼我的 公元525年 蕭總穿著蓬城之意 投靠北魏 丟下大梁將士不管 導致北魏攻破蓬城 大梁兵族死傷過半 這一場仗 大梁元氣大傷 降帥折損無數 但蕭縱人覺得這樣的程度 根本無法報殺父之仇 他就跟他的這個祖父 蕭寶瑩在一起 一天到晚在想著說 怎麼樣對這個南娘來進行報復 可是他機會沒有了 因為後來發生了和音之變 爾朱榮他們掌權以後 他就被趕走了 所以在這個亂世之中呢 他的妻子就是公主呢 壽倉公主被劫持 那麼壽倉公主因為 不肯向爾朱家族呢 這個等於是投降啦 不願意呢 失去她的貞結 所以壽倉公主呢 就自殺了 那麼這個時候這個蕭戰 也就是我們說的蕭縱 他怎麼辦呢 可憐的蕭縱 這次無法選擇自己的命運 只能被驅逐 離開北魏境地 蕭戰看到這樣子的結果 欣慰異能 結果出家為和尚 慢慢地逃到這個白鹿山 後來到了陽平 就在那裡病逝 南娘的這個君主 就是蕭妍 就覺得說這個孩子很可憐 可是怎麼看 也不是他的錯 所以就想辦法 叫人家把他的這個遺骨 挖掘出來 倒回南娘 然後就 就重新安葬他 甚至還希望說 他就安葬在他的這個 墓的旁邊 其實還是把他當成是兒子 備受兩五弟疼愛的蕭縱 原本可以當個富貴王爺 一生無憂 無奈造化弄人 讓蕭縱成了一箱亡魂 狼野榜當中江湖第一大幫 江左蒙高手雲集 文武雙全者必必皆是 江左蒙的宗主梅長蘇 不僅能號令江湖 更可以左右朝廷 那麼究竟江左蒙是一個怎麼樣的組織 請繼續鎖定《現在啟示錄》 歡迎回來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 這句話是狼野格賣給了大梁太子 跟豫王的重要情報 麒麟才子指的就是江左蒙宗主梅長蘇 他雖然遠在江湖 但卻可以撼動朝廷 以無雙的智謀高超的手段 順利的擊敗太子還有豫王 讓最不可能奪得地位的晉王 蕭錦眼當上了皇帝 那麼究竟江左蒙有什麼厲害之處 又是如何經營的呢 請看我們的深度報道 我還從來沒聽過這麼愚蠢的話 他要誰活 要誰死 那是沒有人敢有意義的 既然他們要動用江湖勢力 我就讓他們知道 這個江湖到底誰做主 狼牙閣的這個閣主 本身也是那種世外高人一樣的 那他那個地位是很超然的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超然的地位 他所公佈的各種數據 會讓大家所相信 但他其實就是一個販賣情報的地方 因為我們看到說 你為什麼能夠評比誰第一 誰最美 換句話說你有做蒐集 你在各個角落裡面 各樣的事情裡面 你都有滲透進去 所以狼牙閣呢 我們也可以說 它就是一個情報單位 除夕年節 皇帝刺菜全程 沒想到護送菜窯的進軍侍衛 剛出宮門就遭到黑衣人襲擊 天子腳下發生凶殺案 凶手若不是有靠山撐腰 其趕在皇城內大開殺戒 原來幕後黑手是太子為了跟御王 爭奪储君之位出得很招 可沒想到皇子血鬥卻意外掀起江湖浪掏 所謂的江左大概就指的是 包括金陵城這是很重要的啦 還有就是安徽省 另外呢包括了江蘇的南邊 浙江的北邊 因為這樣子就把金陵畫進去了嘛 還有江西的一部分 那麼江左門呢又是控制了重要的 陸地 潮運 海運 所以江左門呢就形成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幫派 那麼江左地區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精華地帶 江左門這個組織神秘又恐怖 他的起源怎麼發展 如何會這麼壯大 沒有人知曉 而且才短短的十年 變成第一大鋼派 他的機構裡面高手如雲 最反諷的是他的幫主 梅藏書 竟然是一個手無伏襲之力的文弱白面書聲 像你這種手無伏襲之力的文士 居然覺得我支不住你 若論蠻力 你當然可以一掌就劈死我 可我蘇某要是死在你這玄境絲裡 先不論皇上會怎麼想 江左門的弟兄就不會放過你 雖然守尊大人位高權重 可是江湖人無處不在 他們要是拼起命來 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夏大人 你真的願意為了我的一條小命 被整個江湖追殺嗎 江左門是這個狼牙榜裡面的 一個黑社會 它是很特殊的一個存在 它其實就是一個復仇者聯盟 那麼為什麼大家願意 跟他一塊兒玩命關頭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組成分子 第一種組成分子 當然就是當年的七萬冤魂 這個赤燕君 那麼被殲滅的時候呢 當然還是有一些幸存者 像魏征還有像是這個聶將軍 聶豐 跟在這個梅長蘇旁邊的 非常忠心耿耿的梨剛跟真平 他們都是赤燕君的幸存者 當然他的成員也是有平凡的人 比如說一個宋菜人叫銅露 他的妹妹產死 堅信只有梅長蘇 能夠為他們家報這個血仇 那麼另外呢 像是這個宮羽姑娘 宮羽姑娘的父親 不就是當時因為幫謝玉辦事 可是這個一品君侯謝玉 後來呢 竟然殺了宮羽的父親 所以這個殺父之仇要怎麼報 當然也就只好寄望於梅長蘇 從送菜小販到廟音坊當家紅牌 我不是梅長蘇的得力手下 這也說明江左蒙成員既多又廣 組成綿密的情報網絡 這也是梅長蘇總是能動逐先機的 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他交友廣闊 江湖上的奇人意識 都是他的最佳盟友 至於梅長蘇的這家好友 也是狼爺閣的閣主 命成 而狼爺閣是一個 游走於黑白兩道的神秘組織 只要出得起錢 想要什麼情報 狼爺閣都有 到底背後有著什麼樣 不為人知的祕密呢 廣告之後 我們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隱身高山的狼爺閣 看起來與世無爭 但是他卻可以掌控全天下的情報 甚至左右潮體命脈 到底狼爺閣是一個什麼樣的神秘組織 為什麼連尊貴的皇子們 都願意向他虛心求教 其實在真實的歷史上 真的有狼爺山的存在 並非只是戲劇虛構 在北宋文學家歐陽修的醉翁庭記當中 就有提到狼爺 究竟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真的有能人意識 能夠左右天下政局嗎 請看我們的深度報道 要亡谷是什麼實力 那也不是白上狼爺富豪榜的 這玄鏡絲半個黑暗 下個黑手便也罢了 真要想封山 他不投進去大批人馬和銀子 他能封得住嗎 狼爺富豪榜排行第七的藥王 用藥薩毒堪稱當勢一絕 當他一得知赤燕君救贖 也是他的義子魏珍被抓 立刻策馬趕到精靈 出錢出力 協同梅長蘇合力救出魏珍 兩人的情誼不言而喻 但江左萌的收入 不光只靠藥王鼓 賀公子啊 這新柳新娘呀怎麼見客 他們兩姐妹都變了 其實這個廟音坊呢 它有兩個功用 第一個功用 它是一個情資中心 它專門收集各地方來的一些情報 第二個功用 它是一個人脈公關的中心 因為來到廟音坊的 可能都是一些達官貴人 可能是一些官二代 富二代 他們都出手擴約 而且可以順便呢 透過這些個所謂的歌舞之中呢 就在一些交談之中 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情資 所以廟音坊也是它的一個收入來源 賺錢的主要的來源是 它控制了江左的合運 還有這個碼頭上面的一些利益 讓它能夠變得很有錢 很有錢 有錢 有權 它就能夠有資金 它又有人事 有各方的一個佈局 它就可以能夠讓這個少主 就是林蘇 他演的這個復仇者的這個角色 能夠逐一的去面對當時的政府 然後來去扳倒他 北延新進撤立六皇子為太子 已經成為太子了 是 他果然扳倒了 此外 天下第一的情報中心 狼爺閣更是梅長蘇 復仇成功的最佳推手 狼牙綁手 將隨沒狼 太子 豫王 爭相拉攏的狼爺綁手 梅長蘇能成為麒麟才子 這也得歸功於狼爺閣的頂力相助 那麼狼爺閣為了要協助梅長蘇來報仇 所以狼爺閣每年還會舉辦這個狼爺什麼 美女榜啦 富豪榜啦 高手榜啦 故意要怎麼樣 這一方面是一種宣傳造勢 另一方面呢 也就是在為梅長蘇鋪路 他們不屬於朝廷的任何勢力黨派 甚至於江湖的任何幫派 都跟他沒有瓜葛 然後他設立的奇巧機構 只為了收集這個資訊 那真實的這個狼爺閣到底在哪裡呢 大家都很納悶 狼爺閣真是名不虛傳啊 玉王殿下 如此世外仙境 真是難得一見 狼爺閣素來號稱能夠衡量天下大事 盤點世間英雄 此處自然不會是凡俗之地了 殿下說的是 電視劇裡邊的狼爺閣也好 狼爺閣也好 它究竟在哪 很可能就是歐陽修醉翁亭記裡邊的 醉翁之意不再久 在山水之間 那麼這個山呢 就是指的狼爺山 那麼它的位置應該在哪 應該就是安徽的楚州 一座隱身雲霧的狼爺山 一處備受江湖景仰的狼爺閣 它不顯山露水 卻無處不在 它明明只是江湖門派 最終卻左右了天下大事 看透了黃泉更迭 衛進南北朝一個分裂嚴重 黃泉更迭飛快的年代 所有的至尊天子 不知道用了多少條人命 才換得一時的皇帝大位 感謝您經濟的收看 也歡迎觀眾朋友 一起上現在啟示錄 YouTube訂閱跟分享 我是張一家 我們下次再會